就在最近的体验服更新中 将嫦娥的法力格挡效果改为不再视为护盾 也就是说嫦娥再也不用怕加罗的破盾 以及吕布的真伤了 您看 正式服中咱们碰到了后期六神装 加罗一剑蓝条直接空了 三剑直接被点死 在体验服中咱们硬扛加罗十剑 蓝条依旧比较健康 累目了兄弟们 以后终于可以自信的一选嫦娥了 眼看赛季马上就要结束了 突然给嫦娥来了这么一波加强 感觉皮肤有望了 但其实这部调整不算纯加强 您看 在正式服中 六把吸血道的收散枪一炮打嫦娥 只能吸一点点 几乎看不见 在体验服中一炮明显下去 能看到回到一起 这是因为正式服中蓝条被视为护盾 所以只有实际打出来的那40%的部分才能吸血 而体验服中把蓝条视为血条 也就是说我们打了多少伤害 就能转化为多少吸血 所以以后嫦娥在面对比较依赖吸血的英雄时 算是一波小削弱 那这时候有人问了 那这样会不会让纳可露露这种打百分比伤害的英雄 成为嫦娥的新天敌呢 经过测试 在装备冥魂相同的情况下 正式服和体验服纳可露露 EA嫦娥的伤害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虽然把蓝条视为血条 但并不影响本身的最大生命值 相当于是单独计算的 嫦娥玩家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了 那除了嫦娥之外 神梦西也迎来了一波史诗极加强 可以一边放二技能加速一边丢带 还能手动释放二技能的位移 在正式服中 我们想要两级抓人 必须在龙坑就放二 这样到边路时才好撞到人 在体验服中 我们就可以晚点开二 等到走到边路时放二 在跑到别人脸上时 再主动点二技能位移撞他 非常方便 不过这个位移距离受开二的时常影响 如果你在开二后秒放位移的话 那距离跟一个闪现差不多 如果在进度条 走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 房二位移差不多有两个闪现那么远 整体来说 这波加强降低了上手门槛 加强了神墨西的抓人能力 十分不错 咱们再来聊聊 这是更新的削弱英雄 首先是生命 降低了最大生命值 你要是射手前期想杀他 可以少打两下普攻 江子牙则是降低了二技能的爆炸伤害 在正式服中 二技时 一二技能可以直接抢完一波线 但在体验服中 一二技能放完后 会差一发普攻的伤害 所以江子牙在前期抢线能力 会有所下降 那项羽二技能第一刀回去 再次削弱 这刀砍的就比较伤了 在正式服中 咱们三级就有不错的回复效果 但在体验服中 需要到五级 才能有和正式服一样的回复效果 玩的话肯定是能玩的 但大家一直说的强度 代表英雄 可能就名不负实了 建议兄弟们 现在练一手传额 估计新赛季 要一飞冲天了 运动能提升游戏水平 我最近减肥了 兄弟们都说我变厉害了 好兄弟 我建议你跟我一起动起来 巅峰荣耀不是梦 当然除了运动 各种英雄教学 和了解英雄强度也不能少 我们观众号就有 全英雄的新手教学 快报也会实时更新 英雄强度 学起来 目牙688 每晚去礼拜 咱们不见不散